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援助台湾机会不大 华为澳大利亚公司在当地削减1000个工作岗位并终止约5亿元人民币的研发投资 牛津的研究报告显示澳政府禁止中国企业参与5G建设或导致300万澳大利亚人用不上5G网络 韩国电影溯源原刑罪犯赵斗顺即将刑满出狱 受害者父亲表示全家至今都没有走出阴影 他甚至想贷款帮赵斗顺搬家 为保护环境马尔代夫政府决定到2023年彻底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 我们看到连日来解放军在台海地区附近进行实战化的演练 22号台军进行了没有预警情况下的防空演练 而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 直言说若台海地区进行开战的话 美国援助台湾的机会不大 奉劝台当局不要继续当美国的棋子 解放军军机连续五天在台湾附近进行演练 台军各个空军连队五天来匆忙起飞应对 台空军22号无预警进行所谓联翔操演 台空军每隔一段时间会举行联翔操演 以检验备战情况 在联翔操演中 假想敌主要是由驻扎在花莲等地的F-16战机扮演 以无预警方式检测台军防空部队反应 岛内媒体报道称 为了拟针演习选择在星辰五点三十分到八点以前进行 花莲基地八架F-16战机一起飞后 就往北模拟对东部外海航行的巡防舰进行空袭 测试舰队防空备战情况 接着转往苏澳基隆军港与台北盆地 对各型导弹阵地进行防空测试 之后再转往新竹空军基地测试幻影战机 紧急起飞接战反应时间 报道称不止台湾本岛在澎湖驻房的天驹部队 也在清晨出动四架战机进行拦截演练 将近两小时落地后又接着有两架次升空 其余基地战机也都在清晨同时进行这项演练 9月18号 19号 20号 21号 22号 解放军连续五天出动体系化集群 从多个方向进入台湾空域组织实战化演练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 今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针对岛内舆论炒作解放军军机 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在与台空军的无线电喊话中 解放军飞行员坚定回应 没有海峡中线 9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态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8月以来国防部已经两次宣布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进行了演练 除了9月18号开始的这一次 8月13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 空军大校表示 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铁系出动兵力 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 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 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 战区部队组织的巡逻和训练活动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回击一切制造台独 分裂国家的挑衅行为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海情势近期不断升温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22号受邀到台湾中正大学演讲 就当前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提出看法与建议 马英九表示 台海一旦开战 美国民众支持出兵的意愿很低 而且美国距离台海过远 鞭长莫及 援助台湾的机会不大 马英九指出 不管是美猪美牛进口 还是美国官员访台 民进党当局实质都是在帮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 台湾应该做桥梁 而不是做棋子 蔡英文应负起权力避战的责任 告诉民众战争不会发生 而不是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美国身上 来关注新冠疫情 看到全球新冠疫情的确诊病例数 已经是突破了3000万 而欧洲多国疫情是出现了严重的反弹 日增新确诊病例数多则过万 少则上千 这个时候各国政府纷纷再次拉箱警报 随着解封持续推进 英国疫情近来大幅反弹 英国卫生部22号数据显示 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403551例 过去24小时新增4926例 累计死亡病例41,825例 英国政府22号公布的最新防疫措施规定 从9月24号起 酒吧餐厅等营业场所 要按照政府防疫指引经营 且晚上10点必须结束营业 增加对零售、室内餐饮、出租车等行业从业人员 戴口罩的强制要求 对婚礼、葬礼等活动设定参加人数上限 大型展览、会议以及体育赛事的重开计划暂停实施 所有学校依然保持关闭 同时政府在零售、旅游和休闲等多个行业实施的防疫指引 将具有法律效力 违反规定的人或机构将被处以罚款 军方将协助警方执法 多名医学专家先前呼吁英国政府采取为期六个月的防控措施 英国媒体猜测22号宣布的防疫新规定 预计将持续六个月 为了时间帮iter ag consultant 这个疫力在父母和国长睡世间的区every 具现了整个疫情好事 还要继续 同时 我 viaje 我们无论的距离 对此物�等 不许多白 rate 亙来 务力 平滑 命 瑞 我们 据法国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 9月18号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3万例 刷新法国单日新增记录 至9月21号 三天内新增确诊病例约3万例 相当于日增1万例确诊病例 在近期新增病例大幅增加之后 入院人数 重症监护人数 都随之快速增加 法国医院承受的压力也在增长 但跟疫情爆发之初相比 如今 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 不再短缺 但新的问题是 核酸检测方面压力倍增 各地的检测点都排起了长队 检测结果也出得特别慢 法国流行病学专家 生物统计学家卡特林希尔表示 法国确诊病例数和聚集性感染持续激增 原因是疫情初期 卫生部门开展病毒检测不足 希尔分析称 一开始防疫部门把精力集中在 有症状病例及其接触者身上 但一半的病毒感染来自无症状人群 这导致了病毒的传播 法国这一波疫情的反弹 主要集中在两个城市 马赛和布尔多 目前两地都收紧了疫情防控措施 西班牙卫生部21号官方数据显示 过去三天 西班牙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增加了超过三万例 平均每天新增一万多例 其中首都马德里大区 新增病例占全国总数的38% 为控制疫情的蔓延 马德里大区的全新管控措施 从21号正式开始实施 市内6个城区和周边7个市镇的 共37个基本卫生区 执行至少为期14天的现行政策 限制人员流动 遏制疫情蔓延 此外 德国 多马尼亚 匈牙利 捷克 丹麦等国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也屡创新高 有关专家认为 第二波疫情已不可避免 中国驻都国大使馆都发布公告 提醒海外华人 务必继续密切关注当地的疫情形势 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组织和参加聚集性活动 减少非必要出行 来看美国方面 美国新冠病毒累计死亡病例 已经是突破20万例 而美国纵纵特朗普 却给自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 打分为A加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说 这一美国的死亡人数 是令人发人警醒的 而同时对于特朗普的表现 他说让美国民众自己打分 当地时间9月21号 人们自发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 插了2万面美国国旗 纪念因新冠肺炎死亡的20万美国人 为了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利 表达不满 活动组织者称 每一面国旗都朝向白宫 国旗将一直保留到23号日落 活动组织者称 本届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纪念这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 而是尽可能的淡化和忽视 但这些生命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 他们是家人朋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的疫情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2号11时23分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0万例 达20万05例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86万例 其实就在几天前 已有多家美媒的统计数据显示 死亡病例已经突破20万 此前一天 也就是21号 特朗普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 我们干的不是好而是了不起 就这项工作本身而言 我们得A加 那么20万人因新冠病亡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不超过5% 但累计新冠死亡人数比例超过2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因新冠病毒丧生的美国人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五次主要海外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举例 20万人能填满两个全美最大的体育场 密歇根体育场 能填满10个纽约著名的麦迪逊广场 花园球场 而且美国疫情仍在发展 病亡人数眼下平均每天接近770人 依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所做模型推算 至今年年底 新冠死亡人数将翻番至40万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福奇 22号说 20万人病亡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且非常发人深省 福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美国本来有能力遏制疫情 防止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一名观众问福奇 他给特朗普的抗疫表现打多少分 福奇回答 我们不需要我来说 看看这些数字你们自己决定 据外媒报道 受澳大利亚禁令的影响 华为公司将削减在澳大利亚的员工人 和投资额 华为澳大利亚公司高管表示 在这场数字战争中 澳大利亚是最大输家 去路透社22号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将进一步削减 在澳大利亚的员工人数和投资额 华为澳大利亚公司首席企业事务官 米切尔通过电子邮件发布声明称 自从澳大利亚对华为实施5G禁令以来 该公司员工数量已从1200人减少到不足200人 该公司的年收入将从7.5亿澳元 降至不足2亿澳元 此外华为已经终止了在澳大利亚的1亿澳元 约合4.9亿元人民币研发投资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当天 云以米切尔的话报道称 毫无疑问在数字战争中 每个人都是输家 但谁的损失都不如澳大利亚大 他现在正被夹在主要军事伙伴 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针对华为在澳大利亚裁员的消息 华为公司常务董事汪涛 9月23号表示 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从来都不是华为特别聚焦的市场 华为公司历来是把优质资源的 优质可不清洁 我们用我们的有限的资源 服务好 真正需要我们的客户 来使能我们的客户的成功 至于某个具体市场的话 我们会给我们市场的情况 来进行合适的调整 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 澳大利亚对美国打压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行为 亦步亦趋 2012年 澳大利亚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华为参加国家宽带网络计划 2018年又对华为发出5G禁令 一份来自牛津经济研究院的 独立研究报告显示 澳大利亚政府禁止华为等 中国企业参与5G建设 或将导致300万澳大利亚人 用不上5G网络 尤其是农村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 澳大利亚媒体指出 这个让澳大利亚承担经济损失的政策 源于一个莫须有的指控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 华为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 华为澳大利亚公司董事会主席表示 禁令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澳大利亚政府的限制性政策 已经损害了中澳之间的经贸关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对澳投资出现逐年下降趋势 特别是2019年 中国对澳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额度 仅相当于2018年一半左右 降幅远高于中国对其他国家投资的降幅趋势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号表示 这些数字很能反映中澳关系当中 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近来澳方多次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 否决中国企业赴澳投资项目 动辄对两国正常的各领交流合作 无端射线 这必然严重影响中国企业 富澳投资的信心 英国广播公司此前报道称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比很多国家都更大 过去十年 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认为中国市场能够被轻易取代的想法 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 澳大利亚知名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 日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之一 对澳大利亚投资直接贡献于提升收入和促进生产力 符合澳大利亚需求 他呼吁澳政府 纠正近期不断收紧败资监管政策的趋势 认为这是改善澳中双边关系的当务之急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韩国电影溯源的原型罪犯赵斗顺将刑满释放 受害者家属2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 他们一家人一直生活在阴影当中 对于赵斗顺出狱后会回到他们所在的城市 感到非常害怕 2008年12月韩国经济道安山市发生一起恶性案件 罪犯赵斗顺绑架一名小学女生 并对其实施性暴力 致其80%的生殖系统和部分器官永久破损 必须终生依赖人造器官生活 该事件发生之后被拍摄成为电影《溯源》 并引发了广泛关注 今年12月赵斗顺就将刑满出狱 而她最近表明了出狱后将回到安山市的异象 这让当地人坠坠不安 尤其是受害者一家 受害者纳英的父亲A某表示 他们全家一直生活在赵斗顺带来的阴影当中 一家人绝对不可能坐在一起嬉笑着看电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纳英只要一听到有关性暴力的新闻或话题 就会晕倒 我女儿现在在家里还穿着尿布 去长途旅行的话 会把最大的卫生巾放在包里 看到这些情景 为人父母的心情不经历过是无从知道的 但是听说赵斗顺要来我家附近 这样能接受吗 A某透露说 自己曾经很多次提议搬家 但女儿纳英担心被新同学排斥 哭着说不走 因此他们一家一直生活在安山市 A某无奈地表示 如果赵斗顺可以离开安山 他甚至愿意贷款两三千万韩元帮其搬家 A某特别提到 赵斗顺曾在法庭上否认罪行 并且从来没有向受害人道歉 因此他认为赵斗顺并没有真心悔过 报道称 纳英全家现在都随身携带便携式无线电设备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 可以向50公里以内的多人进行通报求助 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们打算购买防身用气枪 根据韩国的相关法律 出狱后赵斗顺的照片等个人信息 将在网上公开五年 他还需要佩戴可以定位的电子脚料 为期七年 韩国法务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相关对策 计划在赵斗顺出狱之后 对他采取一对一电子监督 限制饮酒等措施 但当地居民尤其是学生家长 仍然对赵斗顺即将出狱的消息 恐慌不已 据报道 赵斗顺家周围一公里内 有很多托儿所和幼儿园 安山市计划在赵斗顺的住处周边 偏僻路段等64个地点 加装211个摄像头 安山市长尹和谢向韩国法务部建议 尽快推动保护收容法的立法工作 对于性质恶劣的危险罪犯 在其出狱后的一定期间内 实施强制收容 不过韩国法务部表示 即使保护收容法获得通过 也无法宿集并适用于赵斗顺 来看俄罗斯国防部22号 发布通告说 俄罗斯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 当天专门沿白俄罗斯西南西部 和西北边境线进行飞行 白俄罗斯这一部分边境 与乌克兰 波兰 立陶宛 拉脱维亚接壤 此次飞行是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正在举行的斯拉夫兄弟情 2020联合军演框架内进行的 通告说 飞行期间 俄战略轰炸机 在白俄罗斯战机的配合之下 演练了向两国参演地面部队 提供掩护的任务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素揽 21号 澳大利亚救援人员 在塔斯玛尼亚岛附近海域 发现有270头巨头鲸搁浅 其中三分之一估计已经死亡 救援人员救出25头 最初发现的搁浅鲸 用安装特殊吊索的船只 引领搁浅鲸回到开阔海面 23号 清晨 救援人员展开空中勘察 查看还有多少头鲸幸存 却在这批鲸搁浅处7至10公里之外 发现另外200头鲸搁浅 令当地搁浅的鲸的数目 增至大约470头 马尔代夫以清澈的海水 和美丽的风景吸引着全球游客 但是平均每名游客 每天都会产生2至3公斤的垃圾 其中大部分为塑料垃圾 马尔代夫的一家酒店 率先尝试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 改用可重复利用的水瓶 并将洗踏水和沐浴露瓶改为陶瓷材质 为了治理塑料垃圾问题 马尔代夫政府召开水下会议 决定通过到2023年 彻底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 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对外公开了一项全新的登月计划 这项计划被命名为阿尔特尼斯计划 预计耗资28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900亿 在这项计划中 NASA希望能够把首位女宇航员送上月球 最快将会在2024年实现 届时这位女性宇航员将成为全球首个登陆月球的女性 22号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 北极号核动力破冰船 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前往北极地区 北极号船身长173.3米 宽34米 排水量3.35万吨 能冲破最后3米冰层 和媒称这艘破冰船为该系列破冰船的首船 目前还有四艘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造船厂现造 这些破冰船将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优势地位 为在俄罗斯北极航线通航的船只护航 据韩媒报道 韩国农村振兴院通过技术改良研发出新一代全天候植物工厂 准备于10月中旬由韩国悬阳号破冰科考船 送往南极基地 植物工厂可以提供适宜的温度和光照条件 并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预计2020年年底 南极科考基地的科研人员就能够收获辣椒 西红柿 西瓜 南瓜等各种蔬果 与此同时 韩方还将进一步改进技术 向中东国家出口植物工厂 日本横滨港即将举办为期一年的大型高达行走机器人展 这个机器人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1比1全尺寸高达 近日日本展示了一段巨型机器人的试验画面 它的高度超过18米 重25吨 这段视频是以倍速播放的 因为这个和楼房一样高的庞然大物 现在动作还很暗 目前机器人已经能够跪下 转动头部 移动手和手指 制作团队的终极目标是让其行走起来 一边做运动 一边保护环境 跑步捡垃圾活动正在韩国兴起 近日玉山 府山 光州等地的100多名志愿者 带着夹子和垃圾袋走上街头 他们沿着道路慢跑 不时捡食地上的垃圾 并通过视频软件分享到社交平台 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项活动 志愿者们表示 一边跑步一边捡垃圾 不知不觉就达到了运动的效果 同时美化了城市环境 健康又环保 好 新亚洲 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 近日亚洲见 明天 近日亚洲见 明天 近日亚洲见